《茶》新于唐宋 茶幻艺术作品最早出现在唐代 它是由初唐画家 严历本创作的《萧毅传南田图》 描绘的是日史萧毅 从辩才手中将南庭集市 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的故事 画面旁边出现的茶炉 反映出当时僧人以茶代客的习俗 随后问世的明皇和乐图 宫乐图等茶画基本上都是描绘 宫廷贵族饮茶的场面 总的来说 唐代是茶画的开拓时期 作品彻作与表现人物 吞茶饮茶细节的描绘 只是一种陪蹭 所以作品对茶的精神内涵的揭示 尚不过深刻 《五代之诵》 《饮茶之风》在各阶层的日益盛行 和当时画家群体的活跃 使茶画的题材内容十分广泛 有反映宫廷贵族大型茶宴的 有描绘世人书塞饮茶的 有表现世锦豆茶饮茶的 茶画作品在艺术说法和思想内涵上都有所提高 如宋徽宗的文汇图 描绘了一个共有二十个人物的文人聚会场面 在优美的庭院里 池水 山石 珠兰 杨柳 翠竹 娇香飞映 巨大的桌案上有丰盛的国瓶和各色碑盏 文师们围桌而坐 旁边的一个桌脊上 试着各司其职 有的正在煮水烹茶 有的正在风啄茶汤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茶具 其中有茶瓶 都兰 茶碗 茶拖 茶炉等 整幅画面人物神态生动 场面气氛热烈 体现了玉玉夫文哉 举国好饮名的大宋气象 元明清时期 富于儿童先后选择隐居生活的文人默客们 成名于琴棋书画的世界 或是书怀研制 或是借此谋生 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 这一阶段的茶画作品 不仅在数量上远胜于前态 在题材 风格 画法 意境等方面 也是多姿多彩 各领风骚 既有向更深邃的类型体验发展 注重与自然的契合 流露出淡泊伤感的山水画 也有大量反映社费各阶层 饮茶习俗的风情画 唐银 明代中叶苏州著名的画家群体 无门四家之音 出自伯府 获根自紫卫 浩六儒居士 陶伐安竹等 由于唐银的财情卓著 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 其中 以唐伯府点秋香 流传最广 又加之影视片的多次改编与播出 唐伯府 以玩世不公 分流倜傥的才子形象 深入人心 家富欲小 而真正历史上的唐伯府 尽管才华出众 但他的一生 却历尽坎坷 出身商人之家的唐伯府 自幼聪明伶俐 极有天赋 但在二十五六岁时 家庭遭遇变故 父母 妻儿 及唯一的妹妹 离开了仁世 让他一度陷入消沉 或经好友 祝永明串说 着手准备举业 二十九岁时 高仲谢元 随后却因科长舞弊案 被牵连入狱 断送仕途前城 从此归隐家乡 四十五岁时 应明王之寝至南昌 原以为满腹才华 终有施展之地 然而 命运再次给了他 一次考验 明王有涂抹不轨之心 唐伯府装疯卖啥 才得以偷生 这次日章之行 他沉信而去 却斯文扫地而回 也让他最终放弃了 建功立业之心 自此后 纵秦山水 广游交友 以诗文书画 终其一生 是称江南第一分流才子 在吴门四家中 他的文化艺术修养 最为全面 情 奇 书 画 诗 酒 茶 无一不浩 无一不经 尤其以绘画 诗歌和书法 成就十分突出 人称其 诗书画三绝 唐伯府 一生爱茶 他喝茶 写茶 画茶 尤其是在 试图屡受挫折或 在以茶相伴的归影里 唐伯府 以丹青字语 卖画为生 读炼经丹 不作禅 不畏商骨 不耕田 闲来写福丹青迈 不使人间造孽前 深度描绘了 他淡于名利 专是自由读书 卖画的生涯 他曾写过不少茶诗 更留下了 情试图 品茶图 市民图 等茶话佳作 其中 市民图长卷 是明代茶话 代表作之一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属国家一级文物 营索有文哲明立书 市民二字 或指有 陆灿于家境以末 写的市民辩 市民二字 应该是 一语双译 一是指 所画的内容是 品名读书 二是 市民为友人的别号 此有姓陈 是书法家王宠 较为亲近的民友 因王宠 为唐银的望连至交 故推测 唐银曾结交 陈市民 并作市民图 赠给他 市民图中的人物山水 用笔工细 画风清净秀雅 画面固图严谨 意境清幽 层色分明 山水之景 或远或近 或隐或显 静者清晰 原者朦胧 平淡隐意志感 油然而生 静景据实测立 墨色浓淡有致 村染圆润 凹凸清晰可变 远处分鸾平泪 瀑布飞泻 松竹林立 画的正中 一条青心 蜿蜒谷谷流过 在西的走岸 青雅茅屋 环抱于四面幽谷之中 茅屋下方 有流水 屋顶云雾缭绕 一派自然清新之风 宛如世外桃源 透过敞开的房门 一人端坐读书 案头备有茶盏 茶符 荡然飘出品茶 旧读之雅韵 茅屋左侧的边设内 有一童子 正在山火烹茶 屋外右边 一老者所持竹杖 行在小桥中 身后一抱古琴的小童 紧跟其后 透过画面 层层的流水声 悠悠的古琴声 似乎隐约入耳 而茶府中的水声色色 悠悠茶香 扑鼻而来 静态的画面 处处有着 人与自然 在天地间的呼吸之美 时刻波动着 文人的心悬 山巒飞破 松竹茅屋 读书抚琴 匹鸣谈心 丰富的事项 在龙蛋相见 虚实相声中 呈现出深情定貌 世外桃源般的 茶境美景 这不正是 隐义为人 倾心追求的 理想生活吗 市民图 还是一幅提诗画 其卷走上 有字提诗款 日常何所事 明晚字机池 撂得蓝窗下 清风满病丝 炎热而漫长的夏日 无所事事 扮松竹依山水 及清泉 烹香鸣 读诗书 清风徐徐 其乐融融 作者向往 闲事归隐的生活 顿及山林的志趣 敬斩笔下 诗下方落款 吴曲唐银 下有印三枚 分别是 唐居士 吴曲 唐伯府 印章字体流畅耍脱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提诗入画 使诗歌 以书法艺术的形式 呈现在画面上 诗 书 画 三种艺术 三位一体 相得益彰 过成了一幅 布局精美 内容完整 又丰富的优美奏品 吴怀夫 市民图 受到历代查人的真爱 成为房氏 及民家的珍藏 其画卷前后 遍布藏家之印 卷又有乾隆提诗 记得惠山经社里 竹炉月明 绿碑池 谢缘文笔 咸相仿 萧可 何劳 御长思 落款复记 甲须 润四月语 于几侠 我展此卷 因摩其意 即用卷中原印 提之 并输于此 御笔 并盖有 乾隆御赏之宝 之印 从中依稀可见 一代帝王 操劳国事之余 对品民乐独生活 何尝不充满憧憬呢 市民图 是唐伯府晚年 绘画陈淑期的 代表作品之一 此画 看似描绘苏州文人 陈世民悠游临下 代客品茶的 悠闲生活情景 实际上 却是画家本人 生活理想的 一种写照 它 融入了 画家对茶的 钟爱 虽有些许 淡淡的惆怅 更有一种 淡泊隐异 潇洒 释怀的情怀 这种隐异情怀 不是消极的 自暴自弃 而是一种 拥抱自然山水的 乐观心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像唐伯府这样选择 出茶淡泛生活的影视们 不是与社费脱节的 室外之人 而是淡泊名利 以田园山水之美 为追求 热耳自然 热爱生活的 优秀艺术家 他们坎坷 而终究得到 超脱的人生 激发了 衣服服书发 佳作的创作灵感 无论茶 还是画 都带着 这种灵性 穿越时空 传播着 永恒的 达观生活理念 引发 永远的情感 共鸣